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述的是一个印度僧人给猴爪施了魔法 猴爪可以满足人的三个愿望 后来这干枯的猴爪落到了怀特先生手中 怀特先生半信半疑地许下了第一个愿望 希望得到两百英镑 第二天 愿望实现 怀特先生的儿子被工作的机器绞死 抚恤金正好是两百英镑 第二个愿望 是母亲思念儿子产生的疯狂念头 要将已经埋葬在墓地里边的死者唤醒 当天晚上 敲门声响 怀特为了阻止老伴这种已经丧失理智的行为 在开门的一瞬间做出了扑救 他向猴爪许下了最后一个愿望 希望把坟墓里边爬出来的死人送回到坟墓去 直到故事结束 也没说出是什么可怕的东西敲响了门 然而却令人不寒而栗 想象力越丰富的人 就越感觉到害怕 特案组做了拍照取证工作 天亮以后 大家发现 尸液是绿色的 门上有一个绿色的小手印 究竟是什么敲响了门呢 显而一见 一具腐败的尸体是不能敲门的 特案组断定这是有人在搞鬼 鬼吓人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吓人 然而 即使是一个拿着一只腐烂的小手敲门 从听到敲门声到开门的时间很短 画龙不可能看不到那个人 那个人离开的速度未免太快了 几乎是在门开的一瞬间就骤然消失 无影无踪的 大家听到的是敲门声 门上的手印却是敲门形成的 包展查看了门 门环已经脱落 露着一枚生锈的钉子 小手印正好印在钉子上 画龙说道 这是一个孩子 一个小孩的手掌印 苏梅说道 奇怪呀 不管是敲门还是拍门 为什么找不到这只手呢 唐助理说道 这边的存命有点迷信 包展说道 不管是人是鬼 敲门的动机很可能是恐吓我们 梁教授说道 我们是不会被吓跑的 门上的手印来自一具腐烂的儿童尸体 特案组仅从尸业判断 这具尸体已经死亡五天左右 尸斑是尸体上的图案 色彩各异 吊死的人身上是紫色的 冻死的人 尸体呈现血红色 法医在检验尸体的时候 往往会根据尸斑来判断尸体死亡和停放的位置 尸斑是尸体较早出现的尸体现象 一直持续到尸体腐败 随着死后变化的发展 尸斑逐渐转为淡绿色和绿色 与腐败尸体的颜色相融合 绿色尸液来自腐败的绿色尸斑 腐败气体之中的硫化氢与血红蛋白结合 形成绿色的硫化血红蛋白 在皮肤上呈现污绿色的斑块 称之为腐败绿斑 腐败绿斑最初为淡绿色 后来逐渐变成深绿色 中高度腐败的尸体 尸表呈绿色 红衣男孩的家在一个叫做高石坎的小村里 距离森林公安派出所不远 山村里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房子 看上去摇摇欲坠 墙角杂草丛生 蚊虫乱飞 阴郁的天气里 这些陈旧的房子都呈现出暗黄色 山路是石子路 齐聚不平 雨季来临之时 路就会变成河 特案组一行人中午到达了村里 然而家中无人 红衣男孩的父母都不在 许多村民跑出来围观 他们站在附近的土坡上 看着特案组四个人 正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 唐助理用电话联系了死者刘海波的父母 劝说了好久 村民听到唐助理 在电话里说 上级来人了 一定会查明 请你们配合一下 赶紧回来 特案组四个人在外围进行了简单的勘查 苏眉拍照 梁教授要求把围观的村民也都拍下来 苏眉对着村民举起相机 村民纷纷侧头躲开 红衣男孩的家 在村西头 后门屋侧有一座土坡 长着草 没有院墙 屋门紧闭 门前有一株死去的老树 树形奇特 老太黯然 树下有一个石墨 枯黄的叶子落了一地 房子由石头和泥搭建而成 墙上有很多故意留下来的孔 算是采集光线的窗户 十三岁的男孩刘海波就是掉在这间老屋子里的 死的时候身穿泳衣和大红裙子 临近傍晚的时候 死者刘海波的父母才匆匆赶来 他们向唐助理说了自己的顾虑 今天是回煞之日 也就是红衣男孩死亡的第四十九天 有一个阴阳先生留下一张字符贴在孩子吊死的那间房子里 阴阳先生说 回煞之日 家里不要有人 所有人都要躲开 这是父母不愿赶来的原因 刘志军说 就不能明天吗 今天夜里 我的娃 魂魄就要回来了 梁教授说 那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回煞 又称回魂 迷信者认为 人死以后 阴魂要回到家中 看望家人 凡是家里边有去世的亲人 顽固不久 死者的灵魂就会出现在生前熟悉的地方 农村的迷信说法 是死去的亲人灵魂会从屋子东面进来 在家巡视一圈之后 再离开 传说 在回煞的时候 能够听到沙沙声 那就是灵魂的脚步 家人需要避开 如果冲撞的话 那么灵魂就会流连不肯离去 无法转世 回关的村民里边 有一个老婆婆 对红衣男孩的母亲说 你家娃怎么是在四十九天回来呀 另一个村民说是 别人都是七天 死后第七天回魂 你家娃咱是七个七天呢 男孩的母亲说 阴阳先生推断 说我的娃死于非命 要七七四十九天才能回来 男孩的父亲说 就在今天 这个老婆婆就是死者男孩的邻居 曾对警方声称 自己在案发前看到一个戴着帽子的陌生男人出现在村里 男孩的母亲也做梦 梦到了这个人 包展上前做笔录的时候 苏梅拍照 老婆婆竟然吓得多坐起来 转身说 不要拍照 不要拍我 天色已黑 村民渐渐散去 家家户户把房门紧闭 谁也不想再回煞之夜 撞见吊死的男孩 刘海波父母顾虑重重 焦急地向特案组表示 明天再来吧 今天躲着点我的娃 但是 特案组四个人没有离开的意思 他们在男孩吊死的那间老屋里 做了细致的勘察 包展测量了房间距离地面的高度 画龙检查了房顶 苏梅对每样东西都进行拍照取证 梁教授和唐助理则静静地坐在屋子里 墙上有一张道士贴上去的黄色符绿 随风抖动 唐助理上前把那张符接了下来 留作物证 刘海波见到之后大为惊讶 他说 坏了 雷赃符且不得 他的母亲则大声说道 那是取归的符哦 刘海波的父母愤愤不平地离开了 两个人站在院子里边大声争吵起来 互相抱怨 外面天色已黑 山村的夜晚显得阴森 寂静 特案组打算勘验工作结束以后就离开 苏梅对着老屋子的一面镜子拍照 闪光灯过以后 苏梅突然叫了一声 众人问她怎么回事 苏梅惊恐地说 自己看到镜子里有一双脚走了过去 而且是一双小孩的脚 梁教授说道 小梅 别打惊小怪的 哪有什么小孩子呀 记住 我们是警察 画龙说道 这老屋子里边死过人 给你留下了心理阴影 看花了眼了吧 苏梅说道 我看到了 很清楚 不是脚 就是脚的影子 包展说道 别说话 听 什么声音 大家都停下了手里边的工作 全部侧耳倾听 老屋里边安静的可怕 一阵冷风从墙孔之中呼呼地吹进来 后门竟然缓缓地开了 发出了一阵吱吱压压的声响 大家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苏梅一身的鸡皮疙瘩 每个人都一动不动 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包展觉得背后似乎有人走过 给他一种脊背发凉的感觉 画龙掏出了枪 正欲查看 大家突然听到有拉线灯开关的声音 啪哒啪哒地响了几声 然而老屋里边的灯泡却一直亮着 一盏灯靠在墙壁上 发出了昏暗的光线 老屋显得异常诡秘 灯丝闪了几下就熄灭了 大家离开黑暗的老屋 红衣男孩的父母坐在石墨上已经停止了争吵 画龙上前询问后门是否关好 红衣男孩的父亲则慌张地反问他们 是不是屋子里边遇到了什么问题 而梁教授则平淡地说 屋子里边灯泡坏了 可能是灯丝 老化出了问题 这个时候 一个邻居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说你们家娃的坟头被挖开了 父亲怒道 说哪个龟儿子挖的 邻居惊魂未定 说不知道 他们家的猪也丢了 他去找猪 就在野地里 拿着手电四处照 结果就看到你家娃的坟头开了 土分到两边 分成两堆 他还走近看了一眼 里边是空的 土堆上有爬过的痕迹 难不成是你家的娃从坟里边爬出来了吗 天下起雨来 男孩母亲听到这件事情 心脚痛 立刻发作了 疼得额头上都是痘大的汗珠 他坐在石墨上 拿起自己的水壶 仰着脖子 服下几片药 他把水壶放在石墨上的时候 低头看自己的小肚子上出现了一只小手 那就像是有一个孩子在后边抱住了他 夜色之中 那只手还残留着一点腐肉 露着森森白骨 有声小说石宗罪 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联合出品 作者之珠 眼波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